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案遭判刑一年有期徒刑定宴 他今天是再度发生了 强调这是他出生44年来最漫长的一夜 面对晴天霹雳的打击 反而是回到了心如止水的瓶颈 还引用了大文豪尼采的名言 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他强调受选民的托付当选议员 那么即使卸下了议员的身份 服务处也不会熄灯 把为选民服务视为使命荣耀和骄傲 那么陈志忠也提到了他的妈妈吴淑珍 对于官司牵涉到无辜的下一代也感到很自责 并且感谢支持者的打气还有努力 前总统马英九出席德尔菲经济论坛开幕式 当面向希腊总统来反映头衔被错职的问题 他被错职为台北前领导人 对此立委王宏威就大赞 他说马英九当面来抗议物质为这样子成功的人是面对问题的 更为国人来示范了国家尊严是自己争取来的 更算陈建仁取消演讲评论 是失败的人选择逃避问题 也痛批陈建仁固步自封只会对立仇视 确实是要跟马英九多学一点 希腊就属于非邦交国 对啦这个是有一些 非邦交国是你要要求他要做到 照中华民国体制来称谓 这难度是有的啦 而且希腊是欧洲里面相对比较亲中的国家 所以马英九的抗议 是立刻得到现场的改变 那官网可能又忘记了 你还要再去盯他一下 他才会再去改一下 我估计应该是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故意 说官网不改 故意不改 都已经反应了 对现场都反应了 而且还当场跟你说对不起 所以我认为他已经回应了 国家部真的以前这样就不去吗 真的吗 我不知道陈建仁说多数人会选择不去 那那个立陶宛在台湾 台湾代表处他改成台湾nees 你怎么不去抗议呢 没抗议啊 是啊 然后你还给他那么多钱 给12亿美元 那外交部怎么不去抗议一下 不然这个坦白讲 照理讲如果国民党的立委 比较敏感 他就去质问 他总之寻客问陈建仁这个 说立陶宛写台湾nees 代表处啊 那院长看法怎样 院长觉得应不应该抗议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就是对议题的敏感 然后立即可以做总执行的攻防 这个部分坦白说国民党实在太弱了 这个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一定要让王鸿威 徐晓鑫一些的炮手进来了 不然你现在在舆论上就看不到 总统蔡英文过去曾经表示 劳工本来就是我们民进党里面心里最软的一块 但是近年来台湾面临了劳保破产危机 劳动市场崩坏 那么国民党智库执行长科志恩就指出 台湾的人口红利将在2027年消失 15到64岁工作人口比是已经高于总人口三分之二 扶养比呢却是小于50% 好随之而来的即将就是学校倒闭啦 年金破产设服崩坏 劳动以及军力不足等等的问题 好并且呢台湾的中高龄的劳参率 劳动力参与率 女性的劳参率以及就业指标 在IMD世界竞争力的排名 都是不如世界的主要国家 这也显示出蔡政府提出的各项劳动政策 成效非常的有限 好科志恩就说啦 他说劳工根本就是执政党最好欺负的一块 好来看到的是前立委严宽恒 上个月在登记参选之后六天 财汉妻子呢被剪掉大动作的搜索积押 并且呢是以1500万元的天价交报 好时隔不到一个月台中递检署侦查终结 以贪污窃占以及卫造罪嫌将他起诉 而人还在参与大假妈绕镜的严宽恒是发出了声明 他一一驳斥还强调此案是政治凌驾司法 对他个人参选的迫害 那么呢他的父亲严亲彪也是替儿子发声 质疑这个侦办时机太敏感 上个月28号检调财大动作搜索前立委严宽恒住家公司 他最终以1500万元交保 但不到一个月严宽恒就被以窃占 未遭文书及贪污等罪嫌起诉 检方指出严家在杀戮跟南屯的豪宅是违建占用国有地 之后严家货素以4541万元出售 以市价的一半将杀戮豪宅卖给设计公司 但实际上这笔钱还是严宽恒跟林姓员工借给Johnson负责人的 检调认为当中涉及假交易 好 微晚 谢谢 谢谢 严宽恒寄出声明强调房子是私人土地 外围的绿美化部分是国有 但有公开标租已规定交租金 而且房屋的买卖是私权 怎么能称为是假买卖 任严庆被告 林庆被告 利用纸巫上次机会诈取财务罪 检方指出贪污罪的部分是指严宽恒任立委期间 以每个月四万元的公费聘请严姓助理 却挪用公款支付严宽和马沙拉蒂的尾款 首位外用薪资等等 总共诈取了108万多元 严宽恒反驳到助理费都汇进私人账户 而且严姓助理确实都有在地方服务 指控检方是参选迫害 严宽恒认为从高额的交保金到起诉 监方都是在为政治服务 他领表不到一个礼拜就被约谈 连他的老婆都一起办 侦办的时间跟力道都非常凑巧 强调自己无罪将会捍卫清白到底 不让监方以司法 音响选情 接下来韩金单警 陈台中采访报道 好 这个侦办的时机点实在让人不免多做联想 严宽恒这才刚宣布要选立委 那么随之有来的就是遭到检调搜索 上个月才以天价1500万交保 不到一个月就贞结起诉了三项罪名 严宽恒他喊冤说是政治凌驾司法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就说了 国民党今天选举的对手就是检察官 从上周检查体系的一个调动就可以看出端倪 选到底当然是可以 因为下来还三审嘛 三审你只要不被收押就可以选了 国民党选举的对手是谁 是检察官呢 检察官才厉害 检察官他表现出来 会让老百姓说 这个人设单 好不要投票给他 对不对 郝龙斌在选台北市长连任 检察官是带队 带什么队 带调查员带一堆记者 上去翻箱倒柜 还好郝龙斌那是当选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案子在民国99年 叫新生高架桥的弊案 大家记得吧 那杨冠仁这个案子 杨冠仁这次为什么被办 因为他宣布要选 结果就开始了 不到一个礼拜就来搜索 大家再回忆一下 去年林芝庙 县长官邸被搜索两次 那所有搜索的东西 当然第二天 立营的大报纸就出来了 怎么样 所有的细节通通有 对不对 检察官跟这个安通团企 就像过去马航九 马航九那时候三中案 静周刊联系三个礼拜 都是covers story 8月10月 这资料哪里来 录音带的声音 我们搜索到录音带 比如说这是录音带 没有用 因为你这录音带要回去 找人家听 听了写出译文 所有金周刊出来都是译文 这个译文只有一个人有 就叫检察官 检察官叫黄毅仁 只有他有 为什么会 人家联系上个礼拜都登出来 这个就是检察官的作用 我先把你抹黑 造成一个印象 然后到最后我起诉你 大家觉得说 他本来就该起诉 上个礼拜 整个检察长大调动 起诉马航九的周四宜 你现在调去我们金门地检署 当检察长了 好爽喔 对不对 那对付林志庙的廉政署署长 现在是北检检察长 好爽喔 对不对 你只要效忠民进党 做很多动作的话 去对付马航九 对付国民党 对付蓝营的人 你就可以升官 这个实话有什么可期待 那我觉得杨宽承这个情况很像 为什么 因为你一先不要选 那个就来了 扬子 对不起 plusieurs 我ップ 非常 合作 不 不 有 不